采盘员在进行比赛开始之前 最后的时间的校队 以及双方在场上球员人数的核对 这时候一声哨音 2017东亚杯第二轮比赛 中国队与日本队的上半场比赛 已经正式开达了 在赛前我们也是提到过 两支球队用这一届的东亚杯 都进行对于年轻球员的考验 对于年轻球员的历练 我们看看今天 两支非常年轻的球队 是否能够在这场比赛中 为我们奉献一场攻防转换节奏很快 并且有青春风暴感觉的比赛 日本队开场之后 还是能够更多的时间 将球控制在脚下 而且主要打的是右侧 一动唇也将球传到中路 投球蹭到后点再补射 就稍微偏了一些 很危险 足球场上对局面的领悟把握 看一看李学鹏将球左脚兜起来 到后点点不错 通过投球第一点没有能够抢到 通过传导把球控制在本队脚下 而不是靠一个人的盘带 控制在某一个人的脚下 还是一动唇也又扫到了 中国队近期中路 但第一点解备得非常出色 第二多点日本队再次进攻 在后点 这球顶到了 稍微高了一些 这个球给的点已经是非常好了 脚法掌握好一点 我们的跑位 跑位线路上配合好一点 只要能抢到第一点就有威胁 球要打好 球要发好 弧度 落点 球速都要有 起来 太高了 在飞向后点的同时 也是被对方的门将 或顺招给直接逮个正着 对 日本队的反击 前场已经有四名球员上来了 而且还是走左措 这边比较空 快速落位 别慌 就传起来 投球虽然顶到 但是并不能够顶正 还是小林优 前场进攻点就会多了 希望进攻的点能够连成线 最后带出中国队进攻的一个整体面 日本队来了一较远射 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苍田丘 赵宇豪这时候中场有很足够大的空间 他把球准确地转移到右边 傅欢这一侧 和队友进行配合 这球盖的 被对方的门将 用腿给挡出来 傅欢张文昭 余大宝三人连线 傅欢果然下半场 这个右路助攻更坚决 更活跃 这个球给得非常好 张文昭这球给得很聪明 位得非常舒服 想抢一个打他腿下 打门将出击封堵的 移动着一瞬间 好机会 没有越位 傅欢 传起来 这边大门 高了一些 维师豪 本中路到湖顶处 赵宇豪把球干扰了一下 对方来了一脚远射 这边球有一个变现 后半找傅欢 傅欢偷球顶进来 张文昭 傅欢 速度能不能起来 强行的超车 有传中机会 传进来 高了一些 但是相当不错 你看边路就是 而且现在呢 他跟咱们玩起来 长传冲掉 高中风百度 现在就是强打中国 再不就哭到了 还有机会再打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这小林优 就是他运动当中 他这个灵活性 灵小劲 这场比赛之前 日本都在抱着两边打 不管左边右边 其实很平均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 他们不管是长传球 还是地面球 他就是奔着中国的中路 就是走中路 是 这一回呢 确实用长传冲掉 后边的高中风 下半场上场的传 又坚弃地回坐 然后第二波进攻 还是走中路 最后直接地打穿 这转身太快了 确实小林优 只要是让他冲起来 在运动中 他的威胁性呢 今天的U23的 四名球员的首发 应该也是令他会满意的 而且下半场也换了 其他的球员 已经远失了 这个被他 被他打出神仙球来了 抢断下来 这个球正好蹦着 观察了一下门将的位置 这个球正好在弹跳当中 张紫园 给自己送上了一个 稍微晚一些的生日礼物 独特比赛 有的时候是谁啊 是 余大宝找到张文昭 在地球的底线附近 哎呀被拉倒了 才能指向点球 点球好的 中国队获得了点球 被他的腿 在他的鞋 磕张文昭的后脑勺 你看 看一看这个点球 余大宝 把球还是骗过了对方的门将 直接的罚禁 这样的话 中国队翻回一球 现在场上的比分呢 一比二 可能留给中国队 扳平的时间不太有了 但是多少还会让 这场比赛 中国队队员的付出 获得一个相对 更接近合理的一个结果吧 对方踢的没有那么好 比赛接触了 好 这个时候比赛的吹响 实际上比赛 基本哨音 这样的话呢 在今天进行的2017 东亚杯第二轮的比赛中呢 中国队最终的是一比二 输给了日本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